上午10点中国女排宣布意外决定 蔡斌立功有望重回奥运巅峰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中国女排的话在6月份呢将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 为了应对这场比赛那么在近期呢中国排鞋以及中国女排呢也官宣了这一次24人大名单 那么接下来参加这一次世界女排联赛的每一战比赛的话都会从这24个人里面呢来挑选出一部分队员来参加比赛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份名单的估计啊最备受重视的一个人员呢就是袁新月 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中国女排呢也宣布了这个意外决定任命袁新月呢成为中国女排的一个队长 那么可以说这个结果呢之所以说意外的话确实呢可能有些出乎外界的一个预料 因为我们看到在此前呢朱婷和张长宁确定无缘出席啊目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之后的话 外界都在猜测说呢李莹莹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新的队长 因为我们看到本身李莹莹呢就是蔡兵非常重视的一个主力 而且的话他本身呢年龄啊也非常的年轻能力也非常的出色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能够成为中国女排新的队长呢他也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最终呢我们也看到蔡兵呢并没有按照外界的所想法的那样呢把李莹莹任命为最新的队长 反倒是把原新院呢最终了任命为中国女排的一个队长那么这个结果呢应该是让外界呢有些意想不到的 但是其实也恰恰就是蔡兵这一次的一个意外决定的话让他这一次真的是立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李莹莹虽然说能力出色 但是在经验方面啊在一些大赛的经验方面以及呢整体的资历方面的话 他要比原新院呢要差不少 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李莹莹呢毕竟也是在去年的冬季奥运会当中彻底展露头角而且受到郎平的冲动呢也成为了很多球迷 熟知的一个对象 但是在此之前呢其实原新院的整体经验呢确实要更加丰富 我们看到原新院呢从2014年的一个世界性大赛当中呢就已经是展露头角 那也是在当时呢替代其他的一个老将的话出场之后呢成为了我们中国女排的一个新星 后来进入2016年的一个里约奥运会之后呢他更是跟随郎平以及中国女排呢夺得了奥运冠军 虽然说在后续的几年里面呢一度是经历低谷但后来在2019年呢他再次是帮助中国女排呢全胜的一个战绩夺得了世界的冠军 所以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啊其实原新院的话陪伴着中国女排从高峰掉低谷 再从低谷啊升到高峰那么一路呢他都已经经历了 所以我相信呢作为一个队长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点就经验丰富 然后呢有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经得住考验 那么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镇定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呢带领着球队前进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原新院呢确实要比林盈要出色 而且我们也相信了由原新院来带领着中国女排呢接下来在这一次的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 有能力也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呢取得好的成绩 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啊在这一次征战完世界女排联赛之后呢 进入年底我们还有一次市井赛 那么接下来到年底的话其实不排除张长林以及朱婷呢在伤病康复之后呢 有可能回归中国女排 在那个时候呢在原新月带队取得一定不错成绩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整体状态不错又赢了这两个核心的回归呢 我们中国女排想必在后续的一个征战当中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甚至呢在这些老大姐的一个带领之下的话未来两到三年之内呢重回这个奥运的巅峰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可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对于球迷来说呢也不妨好好期待一下 虽然说现在的这支球队还有待磨练以及考验 但是相信了我们中国女排的精神呢始终是不灭的 只要有这些老将带着年轻的小将一直能够坚持传承的这个精神的话 接下来中国女排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 成绩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